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民 最近电影院正在热映的电影《长津湖》 也是受到很多观众的好评 因为这也是纯粹的一部爱国影片 讲述的是在朝鲜半岛上的《长津湖战役》 这场战役其实可以说规模已经算是非常大了 其实这场战役可能在国内一般来讲没有讲述那么多 所以真正平时大家能了解到的知识都并不多 我也是在这个电影上映以后 我才去查阅了一下相关的这个资料 因为我以前我读书的时候 高中的时候我也是读了文科 但是在我们读书的时候 其实都没有听到过就是这个《长津湖战役》 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读书的时候都讲述什么 世界史啊,然后中国史啊,近现代史啊 但是这个朝鲜半岛的那个抗美援朝 当中的那么一个《长津湖战役》 其实是没有把它单独的摘开来讲述这个历史 所以说这一次的那个《长津湖》电影啊 其实本身是非常好的那么一个爱国教育影片 而且呢是一个战争片 但是啊,就像这么一部明明很好的电影 却偏偏偏有部分那个老残的人 甚至啊,还举报投诉了这部电影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极个别的那种少数家长啊 他就觉得这个电影画面啊 好像过于残酷了 过于血腥了 然后以那种方式来投诉 就说可能会造成小孩子 比如说做噩梦啊 让小孩子产生那种不良的影响 就说这样的人群啊 虽然总数不多 但是呢,还不是一个两个 其实这个事情啊 我也是看到以后 我就特别搞不懂啊 明明像这样子 抗美援朝这样题材的 爱国的这种题材的 怎么还会有人这么无脑呢? 然后想出这种还投诉 然后还要,就是说来抗议这种影片的 说实话,我也是觉得这种家长啊 纯粹就是老残 本来对于这种学生来讲 我们是本着对小孩子来讲 我们不应该来说小孩子 我们只应该来说家长 我们就想说啊 像这样子的家长 我只能说呢 你也教不出什么好学生 所以说像小孩子这样子 本身应该是积极的来接受这种爱国主义教育啊 以及在这个战争当中体现出来的这种艰苦奋斗啊 坚韧不拔呀 以及那种钢铁的意志啊 应该以这种方式来观看这种电影啊 怎么会还有这种家长还来抗议呢? 他们觉得这样的方式啊 对小孩完全不能接受 像他这种情况基本上 发布到网上来以后啊 纯粹就是找骂的 说到这儿 我也是给大家说一下 我这两天就是看到的那个长津湖战役 就是本身他的那个历史史实当中描述的一些啊 长津湖战役它也是发生在抗美援朝战争 前期的那么一个著名战役 双方就是中国和朝鲜 以及对美国的那么一场大战 而其中的那个主要兵力当然是中国对美国啊 而且中国在这一场战役当中投入的兵力相当大 中国在这场战役当中投入了15万的那么一个兵力 15万哦 美国在这场战役当中投入的是有10万的这个兵力 中国在整个这个长津湖战役当中啊 一共是伤亡了有19000多人 19000多人 接近2万人了 在整个这个战场当中啊 冻死的就有4000人 就纯粹冻死的 然后冻伤的总共就有29000人 差一点点啊 28900多 接近29000人 所以说你们觉得啊 当时的那个天气是不是可以想象的到啊 非常非常的恶劣 在电影当中也是可以看到的那种场景啊 就是那种志愿军啊 年轻小伙子 趴在那一动不动 最后直接被冻死 冻成了冰雕 我只想说这是怎么样的一种爱国热情 怎么样的一种那种钢铁意志 说实话像现在 提出反对意见要投诉的那种家长 我只想说啊 像你们这等的父母啊 完全没有节操 完全没有精神的 正所谓龙生龙 凤生凤 老鼠生的他就会打动 所以说你这样的父母啊 如果光按你这样子的精神养出来 那绝对不是窝浪费 都是窝浪费的 你想啊 没有真正像解放战争啊 以及抗委援朝这样子的 看起来很残酷这样的战争啊 怎么可能有我们今天这样子的 这么安宁的一个生活呢 我们今天这么安宁的生活是谁换来的呢 不是这么一系列的战争 辛辛苦苦打下来 今天这么一个和平的局面吗 如果没有这些战役当中 牺牲的这些子弟兵们 我们今天是个什么样子啊 完全还不得而知 所以说我也是在想啊 你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家长 你们那个脑袋到底是怎么想的 才会想到来投诉这部电影 然后像长津湖这样的场面 太过血腥 太过暴力 你如果带你的小孩子去那个电影院 看了以后啊 你本来应该做的就是 在看了这个电影以后 与这个小孩子来交流这个电影 比如说儿子啊 你这个看了电影以后 有什么感受对吧 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个场面 环境有多么恶劣 整个战况有多么的那个残酷 有多么的血腥 我们应该对这些抗美援朝的这种子弟兵啊 应该去深情的缅怀他们 应该去纪念他们 我们应该尊敬他们 所以说怎么可能你还反正来教育啊 就说小孩子觉得这种场景不合适 就说到这儿啊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啊 就是在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文化体系里面 其实我们中国人很多人啊 他都是那种怕鬼的 就是在我们的那个心里啊 我们对那个鬼神还是有一种敬畏之心的 比如说你走进那么一片陌生的那个坟地 你是不是会觉得整个有点毛骨悚呢 会不会觉得自己整个身体都非常的紧张呢 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啊 如果你走进那么一片烈士陵园的时候 请问你们会不会觉得在这里非常的恐怖呢 真的不会 我是有那个很切实的感受的 因为我老家也是那个农村人啊 因为那个老家农村包括要走那种很多小路啊 我也是从小 也有那种感受啊 就是走到那种坟地的时候 特别是连续有几个那种坟地 心里真的是非常的紧张 从我长大以后 比如说就是读大学以后 到各个那种烈士陵园啊 以及相关的那种公路 比如说参观去玩耍的时候 真的完全不会有任何的那种感受 就是感到害怕呀 感到恐惧呀 完全不会有 就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 也不管你是很多人 还是少数人 到烈士陵园啊 完全就是那么一种 我们应该是被保护的那种感觉 因为这个烈士啊 它就是建立我们国家 守护我们的那个子弟兵的这种 这种陵园啊 所以说他们怎么可能伤害我们呢 我们应该抱有的 就是对那种过去的那种烈士啊 他们的那么一种为国奸躯的 应该是崇敬之情 应该是感恩之情 好的朋友们 关于这样的事情 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大家视频下方留言 评论一下啊 喜欢要么的帮我点点关注啊 希望大家帮我长按点赞三秒 来一波超级赞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